今天要條件是可以當這個 不會外騙多多 我想讓為讓這個新的董事 去做決定 董事會交接敏感問題 郭董急著解釋 急到緊緊握著女記者的手 誠懇到零距離 讓這張寧望照瞬間爆紅 我要看看你們的鞋帶 你們想要看 你鞋帶反而扎到尾 我要離你們遠一點 好啦 我們往後 慢慢往後 謝謝 我不能綁鞋帶 因為我要離你們遠一點 讓我過好不好 怕記者摔倒 先用嘴巴提醒 全因為上次貼心過了頭 鞋帶鬆了 來 來 鞋帶 我幫你綁鞋帶 親自蹲下幫記者綁鞋帶 反而把一旁女記者 嚇到嘴巴張得好大 反而哀酸 太矯情 以前呼風喚雨的董事長 現在面對媒體有求必應 帽子再帶一下 接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郭董 我站出來 所以我想你的問題 我這樣怎麼回答 不曉得可以不可以 謝謝董事長 這是我的訴求 這樣我回答你一下問題吧 好 不管怎麼樣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媒體沒拍到沒關係 再來一次問不飽 讓你問好問滿 最後還來個鞠躬打謝 以前的郭董面對記者 可是這樣 手是拿來握手的 不是拿來折彎的 手機拿來折彎 那是今天對手惡搞 不要瞎提 被記者尖銳問題 戳到當場脾氣來 哪管老婆曾馨儀 還走在後面 郭董折的不是手機 是記者的手 想說我們出取這個 我一定讓他總編輯 最後把那個標題會修改掉 請你做老公沒去 真的你不要影響我們的開會 你這樣照我真的看不到 一個字都看不到 現年專業一種評論 或是笨的問題 對不起 我從此再不回答 聯合告息的問題 私報指嗆記者 還要告到對方 喊不敢 是過去郭董記者會的日常 現在大不同 專家點出原因 要參加初選的話 他必須要靠媒體的力量 來幫他推廣人際關係 他真的是一個能深能虛的人 一腳踏進政台 民調還差韓國瑜一劫 得靠媒體創造逆轉機會 讓郭台銘從戰神關公 變成有求必應的土地公 三雄方柏鋒 謝孟哲 台北報導